Good Night Show 《全民造星》10強參賽者 和監製花姐到電台受訪 姜濤對網上流出拖手救照 作出回應 王力宏和宋綫 張志琳到北京宣傳新片 透露為拍動作器 弄得整首傷勢 羅家英為節目大聲講擔任嘉賓 和主持陳凱琪大談女人經 歡迎收看《15分鐘熱度》 香港電影製片家協會日前公布 一部由林超賢執導的電影 將會代表香港 獲提名各族奧斯卡的最佳外語片 由於這部電影的主要演員 都是來自內地 引來不少網民的非議 不過香港影業協會主席 紅組星接受訪問時表示 由於這部電影的投資公司 和製作人都是來自香港 所以合乎資格為事件解話 ViuTV節目 Good Night Show 全民造星 自播出以來引起不少迴響 監製花姐今天帶領 最後十強參賽者 齊齊去到電台接受訪問 包括細貓、Edan、龍之拳、Jeremy Anson Kong、Stanley、姜濤、肥仔 Ian及Lokman 早前十位參賽者到美國受訓 跟著著名排舞師Travis Payne 和練舞,花姐坦然很開心 看到她們有進步 因為10強中 其實西靖的10強 大部分都會跳舞 所以我最初也不太擔心 誰知我看漏了眼 有兩個人跳舞也不太行 要去美國訓練 哪兩個呢?可以說嗎 首位當然是龍之拳 第二個就是Ian 我找這兩個人去 我怕我會失禮 但到最後都很幸運 第一天看到他們也有點皺眉 我看到他們跟其他人倆相差太遠 我覺得他們也有點擔心 但後來他反而很欣賞他們 覺得他們倆真的很樂力 令他們追上升級 這10天內,短短10天 你看到他們的進步很大 花姐亦希望之後一群兒子 可以入行做幕前 在娛樂圈有更多的發展空間 我覺得我生了一個兒子 我當然很想兒子可以繼續長大 讀書,不要說生了他就丟掉 所以我希望公司可以給他們機會 在不同方面發展 因為有些是特別唱歌好的 有些是主持,有些是演戲較好 我覺得公司既然我們做了節目 說《造星》是否應該給他們機會 他們繼續走下去 看到下個月會進行總決賽 花姐就透露 請來了多位升級評判助陣 我會找不同類別的界別的人 譬如我們有導演劉偉強先生 唱片公司的高層Duncan 我們的公司的盧生 然後還有周瑋敏小姐 還有我們在美國 幫我們排舞的Travis Pink 他也會從美國飛過來幫我們做評判 被視為大熱門的姜濤 早前在節目中自爆 自己未拍過拖,兼是處男 不過最近網上流出一張 他拖著女生的舊照片 引來網民菲爾 姜濤當然要親自回應 其實那張照片是以前… 我也挺想那張照片拍拖 因為那張照片 就是我的臉書說 有設置戀愛中的 其實是因為那群女生 那時候也喜歡 然後整群朋友都知道 我喜歡這個女生 然後大家一起起哄 那個女生比較開朗 拖起我的手,我就很開心 那有夏文嗎?有開花結果嗎 就是…我也想有夏文 因為… 我這麼壞,拖完你的手 但又不跟你有嚴肌 可能是我太自助多情 另外,姜濤又被指 樣貌跟前幾年很不同 疑似整過容波 Anson Kong就即場替他驗證一下 我剛才驗證了,是可以的 他的鼻子也是可以的 這樣嗎? 是可以的 由王力宏、宋善等主演的 奇幻舞俠片 今天在北京舉行記招 他們聯同張志琳 高爾祥、吳千語 以及演唱主題曲的 藍團Nix等齊齊現身 這曲在戲中 親身上陣拍攝動作場面 就算受傷也在所不計 剛才宋慶也說了 地板有很多釘子 還有很多地板動作 所以我的手都破了 但一些粉絲的眼淚都熱了 這是彈鋼琴的手,你的手怎麼這樣 但是沒有辦法 因為我們一定要讓觀眾知道 這次我們都是站真的 所以很多的動作 從頭到尾,大家都看到 都是我們自己自己做的 活動上 宋善更加拿起道具場窗 跟Li Hope重演戲中 挫似見面的場景 始於Chilam這次就飾演反派角色 他坦然演得很爽快 因為平常都演警察 就是那種正態 這次有機會演反派角色 所以我覺得是一個挑戰 也是一個很好的嘗試 羅家英今天為ViuTV節目 大聲講擔任嘉賓 主持陳凱琪就表示 要向家英哥取經 根直言是跟女人有關 嚴肅地問 我真的想私底下 常常向她請教做人之道 因為我覺得這些前輩 有很多錦囊 還沒拿出來 你說如果我們輕鬆那一面 我真的很想跟她說女人 有甚麼可以分享 嘉英哥 說女人就要說家裡的 即是這樣的女人 我能夠跟她這麼久 也會有些把握 另外,嘉英哥有份演出的 ViuTV劇集 已讀不回已經播出 不過他就直言沒有時間看 而他也將會到環店拍戲 跟舊拍檔再次合作 這個戲是不錯的 很有另一種看法 還有一大群搞笑的 有丸仔 有做猴子的那個誰 陳浩文 還有陸師弟 師弟就是做飛天的 肥肥大賴的肥仔聰 還有一個,阿聰哥 阿聰哥他做皇帝 是色黄帝,很適合他 嘉英哥透露新片由黃禎收拾 還爆太太汪明荃 已經早就叫他聰明一點 他跟黃禎拍攝說 你小心點 讓黃禎帶壞你,帶女兒吃東西 吃得你肥了回來 Jason,陳柏宇 在今天有個好消息跟大家公布 就是他的小千金已經出生 他還在網上分享了一張 一家三口的溫馨合照 他還說自己第一眼看到B女 已經哭得無法停止 除此之外,這位爸爸還非常心急 已經幫寶寶開了一個 社交平台的戶口 看來接下來還有很多漂亮的照片 跟大家分享 莫文慧最近忙於舉行 世界巡迴演唱會 日前去到北京站 一向造型百變的Karen 換上多套漂亮的衣服 還表示這次演出非常完美 簡直不想結束 在演出中 她也精心準備了一個環節 就是聯同樂迷一起為媽媽慶祝生日 我希望她也可以站在舞台感受 就是三萬多四萬人 給她唱生日快樂 唱生日歌的那種感動 所以她應該是… 對,覺得很棒… Karen接下來會繼續去到多個地方 舉行歌唱 為了保持最佳狀態 她也要保持健身 去健身身體健身 最近也有去鍛鍊 找了教練 然後…對,聽厲害的 可能之後… 我對我的膚肌夠滿意的時候 我可能會秀一下 Karen又透露 巡演期間最怕就是身體不適 所以何時都要好好保持身體健康 我們都會犧牲很多 有些朋友可能有飯局、有派對 我可能都不去 因為萬一去人多的地方 就可能會… 對,可能萬一生病 或者嗓子啞就不好 所以這些日子都控制得自己 很嚴格 在電影中看到一群好兄弟互相關照 私底下,她們的友情多年不變 提到如何可以友情上身 阿Lo說情意最重要 我認為這群兄弟最有情有義 是每個人都有情有義 因為如果沒有,絕對不能夠 拍攝的時候,大家可以聚在一起 這麼開心 到拍攝後,大家仍然可以清清到底 而且我想不單在香港 在國內、台灣我們做宣傳時 有很多媒體都說 她說,你們這五個人真是鏡頭前鏡頭後 都很友善,很難拆散你們 這是我們最強的感情 大家這麼久的兄弟 阿Lo說最大改變竟然不是兄弟情 而是另有答案 這20年最大的改變 我想是這個戲院的場地 因為以前我們的首映是一個很小的場地 這次是一個這麼大的地方 我覺得這也是我們五兄弟 拍攝這部黃金兄弟 最難看的畫面 因為這一刻我們要盡量享受成果 最重要是希望成績好 令我們這類型的影片 或是我們這幾個人 可以再一起拍攝不同類型的電影 可以 早前有傳SE的Ella 將會離開公司 改由老公賴斯祥幫他打理工作 而今日更加有報導指 Selena和Hebe 都將會在月尾離巢 不過成軍17年的SHE 早前曾經說過 他們是打風都打不掉 希望粉絲可以放心 好了 今晚的時間都差不多了 拜拜